张宇你再跟我们具体来介绍一下 这个尼尔章是从什么时代开始的呢 它其实是从清末 西方的文化传到了很多城市里边 所以在这个地方经常会看到 传统和西方的文化相融合冲突 而尼尔彩素就是在这个时期发展出来的 这种小型的架上雕塑在之前是没有的 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雕塑 都是寺庙里的大型雕塑 而这种小型用来表达作者自己情感的作品 其实在历史上是没有的 而张明山在这里开创了自己的仙盒 他用自己的作品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所以当时张明山先生来到天津的时候 天津是还没有这样的尼塑制品的 当时权贵也没有 也没有这样的尼塑 比如说咱们在雕塑界 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当时 它实际上是一个雕塑的一个领袖的地位 所以在那个时代 泰国的雕塑家会来这里留学 在我们座场里学习 比如像德国公使 想给李鸿章做一个肖像 然后他就托天津的开篮矿物局 找到张明山 然后花了几十万两银子 给李鸿章做了一个肖像 这个是民生在外的一个状态 但到了第二代呢 就变成了更多的是出国参加展览 当时记载的是他出去一趟 回来是十六块奖状和奖牌 当年这个张明山先生 他的这些作品当中 最代表做的是哪一件 他的一组肖像 做的是当时天津南海大学的出资人 严修 严修先生的父亲 叔叔 他们的一个肖像 家族的肖像 这个也是严家后代 捐赠给天津博物馆的 这是最代表的一个肖像类的作品 当时那个年代 李鸿章在天津的店面在哪里 当时在故意街 是那种门店 还是说是那种手工作坊的那种姓氏 它是一个专门的门店 二层楼 老板姓赵 我们起名叫同声号 同声号是最早的 李鸿章的这个店铺 其实李鸿章一直指的是 我们制作者的本人 他不是一个店的名称 这个店 真正店叫同声号 意思就是说 张家和赵家共同发财 为什么他有赵家的事情 这个赵家就是我们那个经纪人 他原来是经营进口的化妆品 慢慢有钱了 在故意街盘了一个小楼下来 然后他觉得 我的客人来了之后 我得摆一个漂亮的地方 给客人休息 夫人挑化妆品了 先生得有地儿休息 然后跟张玉婷是好朋友 他说你摆几件作品吧 后来发现人们对作品的兴趣 大于对他化妆品的兴趣 而作品他就开始 我可以卖 开始他不以这为主业 所以他标了一个很高的价钱 但没想到销售很好 他忽然发现这个利润很高 然后就跟张玉婷就协商 咱们分成 然后我专门经营的作品 展览的我来 对外的我来 你就在家专门做就行了 那张宇哥我问一下 就比如说你身边这个作品 这么大小的 当时能卖到多少钱价格 我们当时做放 每天的销售量是十件作品 祖孙三代十件作品 这十件作品呢 每件作品是十块钱 如果说这个作品是特殊测定的 还会要贵点 所以当时每天的收入是 一百到两百块 在北京呢 可以买一套四合院 每天 每天的营业额是一套四合院 这这 额到现在 因为我们这个家族人那时候 电灯电话 汽车 当时还算做得不错的一个 也算当年一个名门望族了 那今天您旁边放这一件 这个跟刚刚我们看到的作品一样吗 不太一样 这个是世家的 世家的 只有一件 只有一件的 我做的 你说有没有这样 比如说有一天 李滴去您那儿买这个作品 他有一些言行举止 您觉得不喜欢 你会不会拒绝卖给他 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没有 比如说就现在 您桌上放这件作品 我 伊宁 李丁三个人 分别去购买 大概每个人的价位是多少 比如伊宁来买 您给他一个什么价位 比如说八万 八万 那这样 我去买多少钱 去买九万 李丁要买多少钱 我有点不太敢听了 也是九万 一顿只足吧 没法比他高一点也快一点 也成了